這個一樣 我們那個論壇裡面呢 也是每一次啦 不過上禮拜主要是針對那個 像Mines CAI的一個 變化題部分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幾個比較重要的點 就是把它改 就是從外部讀取那個像 存文字檔 TST 另外的話還有像什麼Dictionary 還有像那個如果從Excel過來的檔案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它改成用那個什麼 CSV CSV檔 OK 那另外的話還有練習 最後有練習像那個 OS套件 這個OS套件裡面還有其他的 不過常用的不外乎就是什麼 刪除檔案 新增目錄 跟刪除目錄等等的 所以大家還有其他的 那我想OS套件裡面 我也把它列在雲端上面 請各位在自行在 再練習一下 那這邊的話就是在我們 上個禮拜的東西 其實都還蠻完整的 通通在這裡 OK 然後裡面的話 還有改成那個Dictionary的 寫法 還有就是說那個OS套件裡面 有這些功能 包含建立 目錄 刪除目錄 重新命名 刪除檔案 有一些後面我們沒講到的 也許你可以自己再練習一下 不過有一些可能 真的還不是那麼常用 所以你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 將來如果真的遇到了 你就可以拿來試試看 因為像什麼呢 分離檔名跟副檔 除非你有檔案 比如說你想要知道你 讀取的檔案的副檔名的話 也許你可以把它分開就知道副檔名是什麼 諸如此類的 那這邊有相關的我們程式嘛 所以 再怎麼樣 回去你至少 如果程式都不會打沒關係啦 你就複製貼上 至少會run吧 反正這個要run這個還蠻容易的啦 我這邊基本上有提供蠻完整的那個程式嘛 你只要記得就是說 你要建 的那個 Python環境建好之後 那接下來練習你就按右鍵嘛 一樣嘛 我們新建 一個什麼呢 一個這個 module 應該都OK啦 不過 看起來好像大部分 同學環境如果沒問題的話 理論上應該會出現這個 這個module 然後你再怎麼樣 再把 空的module的這個名稱 比如說我這邊用的名稱是叫 OSPASS 那你可以把這個名稱呢 把它加上去之後 貼上嘛 然後 但是如果有一樣的名稱的話 它不會出現 所以你怎麼樣 加個2吧 倒車 沒有沒有沒有 他說有個點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這個點 不行的話 加個底線好了 OK 然後你可以把它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 那當然它OK 之後會有一些空的程式嘛 你就把那些空的程式嘛 把它刪掉 然後你再從雲端上面 這一段有沒有 把它整個 複製貼過去 基本上應該就可以run啦 不過 當然 大部分同學都還蠻熟悉 複製貼上這個動作啦 只是說 貼完之後記得要 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其他部分的話有沒有 比如有些沒練習到的話 像OS.PASS 這些什麼 切除名稱 什麼磁碟機名稱 或者有一些沒用到的 像副檔名部分 你也可以把它拿來練習看看 OK 其他大概就 Always.PASS我想請各位就自行在練習 裡面我們大家上個禮拜有 做了幾個練習 包含就是說 利用那個什麼呢 利用那個 我們的 Open的這個方法 去 把一個 這個new file的檔案建立起來 後面是一個W 它會建立在我們根目的底下 不過特別主要建立的時候它不會顯示在 我們這個清單裡面 所以你變成你要到什麼 你要到你現在的這個專案 那我們的專案放哪裡 其實你可以從那個什麼 從那個 我們的 工作區裡面 其他 他會秀出你現在工作區 你把那個工作區裡面的找一下 應該會有一個 我們建立那個new file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最後有講到的 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繼續再來看 這邊有一個是 練習題 不過這個因為 它的程式太複雜了 僅供參考 這個書裡面的範例檔 然後給各位 它這個是一個 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 一個檔案 去做所謂的帳號密碼管理系統 當然它會有1234 一個0 它比如說呢 你可以建立一個 新的帳號密碼 它會幫你寫到檔案裡面 然後呢 再來就顯示 修改 刪除 其實也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檔案來儲存這些東西 不過我比較建議 如果你這樣練一次東西 理論上還是用資料庫會比較多 而且理論上用這樣工作銜接 因為一般沒有人在用檔案來儲存這些東西的 因為檔案沒有結構性 沒有結構性的一個 一個一個資料你其實還蠻麻煩的 雖然可以啦 可是並不太適合 就像說你使用那個Excel VBA的話也是一樣 一定直接放在一個檔案裡面 那再把它開 直接就是放資料庫 其實會是最直接 所以這邊 給各位參考 裡面有一些 只是說 同學問到比較多 是UTF8底線有一個 一個 底線 那個SIG這個 這個意思就是如果你加了這個之後 它進來的東西換行拿掉 因為你理論上如果 通練都會幫你加一個什麼反鞋 如果你要把那個反鞋拿掉的話 那可以加一個 其他大致上 可以啊 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地方 同學問的比較多的 我記得是 有會有一個 他用了 一個 一個 這個 這個東西 好 這個東西 其實一般 你也可以把它用什麼 EVO就可以了 用EVO也可以啦 這樣比較簡單 EVO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把後面原來是 一個 字串 好 好 欸 EVO 把跟正一樣 把一個那個 前面我們是把一個什麼 把一個字串 變成一個正 也變成一個串列有沒有 切切切切切切切嘛 放在一個串列嘛 對不對 那現在這邊剛好顛倒 他是把一個什麼呢 把一個 串列 再轉回 那個什麼呢 轉回 成字串的過程 OK 所以這邊的話 特別之外 這個有個EVO 這個 這個 這個方法 他可以幫你做轉換 我想後面應該還會用到 所以先稍微提一下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先 弄一下這個 這個程式 其實你就把整個貼 貼上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弄了 那這邊的話 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這邊的話 因為這個程式稍微比較複雜一些些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玩玩看 比如說這邊的話 我們 假設給他一個叫 Manager OK 那把這邊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按右鍵 新建一個那個 Module 那這個Module名稱的話 也許叫 Manager OK 這已經存在了 我把它加一個2好了 OK 那一樣 你就把這個程式呢 也許直接 整個呢 把它貼上 那其實貼上之後呢 就可以 RUN了 從頭到尾嘛 Ctrl C嘛 你要不要漏掉 OK 那這邊把它貼上 那主要當然你可以順便學一個啦 這個是所謂的那個 DIF DIF指的是 叫做什麼呢 就是那個 自訂函數的部分 所謂的自訂函數 在VBA裡面就相對於 就是像sub跟function 那如果說它裡面你找不到關鍵字 在它的DIF 後面一個一樣啦 所以你這個可以想像成sub 如果你在這個 這一個 函數裡面 你找不到return的話 它就是一個sub OK那如果它有return的話有沒有 它就是一個function OK如果說跟VBA比較的話啦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如果說它裡面有return的話 它就是一個function 就是它有返還啦 就跟function一樣嘛 Function不是會 返還給誰 返還給自己 但是這邊的話 它不是反 它叫return 把這個東西丟回給 什麼 那個呼叫它的 那個變數 丟過去就OK 所以你 兩者差別在這裡 如果沒有return的話就是 VBA裡面的sub OK sub部分 而且另外有一個概念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制定函數 撰寫的話 以前sub跟function寫在上面寫在下面都沒關係 但是特別注意喔如果你是python的話一定只能寫在上面 程式的最上面 你不能寫在下面 如果你寫在下面就呼叫不到了 這個可能要注意喔 那VBA沒有這個問題 VBA你寫上面寫下面都沒有關係 順序可以顛倒 但是python不行 你如果要 要寫你要先寫在上面 你呼叫的話像我們這邊呼叫是在最下面 所以你會發現 在最下面的話呢這邊又會有一個主程式有沒有 這個主程式在這裡有沒有 主程式從這邊開始 那裡面的話呢當然它就會錄了幾個OS 這會用到 然後等等的這些 然後 這邊的話就readdata readdata呢 你想說這東西什麼 readdata實際上呢 你會發現它就是一個dif 這個東西readdata在哪裡呢 readdata其實就在上面你可以看到這個readdata 往上找沒有 input 在這裡 readdata所以呢 而且它有return return data 意思就是說呢我們把 需要東西 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轉 把它怎麼樣把它讀取到之後 然後讀取之後再把它切給 切給 切給這個 這個我們把它宣告成什麼 宣告 跟正一下 這應該是 一個 一個dictionary 所以evo的話 應該是 跟正一下 應該是把一個 字串 轉到那個dictionary裡面的過程 evo這個方法 然後 所以我們在 底下的主程式的話 它就是一個 先把它 讀取 然後呢 再產生那個menu menu的話讓它選擇所以我把它執行起來給各位看一下基本上齁 如果現在把它執行一下 然後這邊python 那你把它按ok之後底下的話會顯顯示出一個 這個什麼 Dictionary 讀取 到那個dictionary 所以 所以這個地方轉換 OK 那剛剛 資訊也出錯啦 而且會卡在哪裡 卡在那個讀取檔案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讀取檔案 這個ReaderData 沒有 那你可以看一下ReaderData 這個 這個 Function 它的這個制定函數呢 裡面你會發現它 第一步一定是open 所以你跑到這邊的時候你會發現它也告訴你說 這一行掛了 為什麼 因為你在你的根木屋底下 應該沒有 假設沒有這個password的話 你可能 看一下有沒有根木屋底下有沒有password 目前沒有password 因為剛剛沒建嘛 所以怎麼辦呢 你還要在根木屋底下 P1底下新建一個檔案 檔案名稱的話你就建一個空的就可以了 password 如果沒有這一個檔案的話 它沒有辦法讀 也沒辦法寫 因為我們主要是利用這個檔案 做 類似把它當資料庫來用 可以把資料寫過去 所以如果你把它建好之後的話 你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 它就會自動 幫我們產生什麼的 一個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畫面 那能夠學什麼 我想 你就大概知道它能夠run什麼 然後以後你需要哪個功能 你可以到裡面找一下 比如說第一個 它可以做 輸入 帳號密碼 因為目前我們password的這個檔案裡面是空的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password的檔案在這裡 打開來裡面一定是空的 因為我們剛剛什麼事都沒做 那如果你要新建的話你選 Enter一下 它能夠做什麼呢 輸入 它這邊輸入帳號 比如說我輸入一個帳號是Terry Enter 密碼的話 假如說是1234 Enter 它就會幫我建一個帳號密碼到哪裡呢 到那個我們的password裡面 所以你把password的這個檔案 再把它開起來 你會發現它幫我存什麼 存一個這個東西 有印象吧 這個就是之前我們講的那個Ditional裡面 有沒有 它一定一個key一個value 所以key的話就是它的帳號 value就是密碼 所以以後如果 寫過去 要把帳號密碼讀出來的話 其實就把key 抓出來 然後密碼就是value 有沒有 如果說它 假如說要登入帳號密碼的時候 去這個檔案裡面檢查一下 有沒有這個key 有沒有這個value 如果這個key跟value都正確的話 才能夠進到那個系統 所以其實當然 這個地方主要是 把那個什麼 把資料寫到那個檔案 用什麼 用字典檔的格式來做 再來的話 第二個是什麼 顯示 所以你按Enter 它這邊就是顯示輸入2就可以了 Enter 你會發現它會把我們的帳號 帳號密碼顯示出來 所以 顯示帳號密碼的話 就是意思 幫我把什麼呢 把那個 在Password裡面的資料 讀到哪裡呢 讀到我們的 在這個Python裡面 然後讓它顯示出來 所以一定會有key value 所以如何做 顯示的話 你可以 假設將來你需要 類似的功能 其實你可以在裡面參考一下 OK 再來的話 第三個是 修改 三 修改意思 修改我們前面比較沒講到 修改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修改帳號 或修改密碼 應該是 只能修改密碼 所以呢 我如果要修改裡面的密碼 那我就第一個 先必須給它正確的帳號 然後呢 在原來的密碼 它就跳出來 所以 我假設說 輸入了帳號 它要怎麼樣能夠找到我的帳 帳號的密碼 那個概念就是key value 所以這一題 我覺得比較重要是 學習那個dictionary 字典檔 一個 串聯 那比如說呢 我今天輸入一個帳號 密碼先出來 再更新密碼 4321好了 顛倒 Enter 好 有沒有更新完畢了 那我如果再輸入2的話 你會發現 他就幫我又掉出來了 所以這邊的話呢 等於是說如果你要針對某個檔案裡面的資料 做變更的話 這個地方怎麼做 他實際上就是把那個 檔案在開起來 做修改 OK 那修改的話呢 怎麼修改 比較OK呢 你也可以 參考他的那個程式裡面 那最後的話就刪除 比如說我這一筆資料要刪掉的話 那怎麼做呢 當然這邊有個4 然後輸入4 刪除的話 那他會 輸入說哪一個 帳號要輸入 把它用dictionary裡面的哪一個key刪掉 OK 是否刪除多一個這個判斷 YES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刪掉了 你會發現裡面現在就又空了 所以利用這個範例裡面 我們可以 學到就是說 怎麼去做那個 檔案之間的管理 那可能比較 特別學習的啦 我覺得就是 剛剛講的就是 如何 去 Choice 刪 這個是做更新 這個是做刪除 那如果你要找到那個相對應的程式的話 Edit 不過我覺得這個Eclipse還蠻厲害的 他還會自動幫你把程式秀出來 而且告訴你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他好像給你一個超連結 所以這個超連結按下去呢 他也會幫你跳上去 底下本來在這裡 如果你要找的話 你不用往上找 因為將來如果你寫很多的話 他一個方法 超連結 點下去喔 他會自動幫你跳上去 所以你就不用再往上捲了 不然有時候你寫了很多一堆啊 好幾個 那從頭到尾找找不到 沒關係 Eclipse 我覺得這工具 很方便的地方 因為其他工具就沒這個功能啦 好像 這個書裡面不是至少提供兩種工具 那些工具就沒有這個 方便的管理功能 裡面的話基本上 如果說你要修改的話 有沒有 實際上他比較 重要的就是說 他裡面也是open OK open之後呢 他是怎麼樣呢 把他write回去喔 OK 把他檔案寫回去 所以其實也是利用寫回去 再 把那個 舊的把他蓋過去 在這個方式 所以也許可以 Delete的話 是把他刪除 所以這部分的話 給各位參考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這個部分因為難度比較高 所以 你可以把他當成是 那個將來你再撰寫 類似的功能的一個參考 所以未來你們在做那個 最後一次上課的專題 是不是也可以 前面畫面 要先進去 也先做一個 對 帳號密碼 登 這個 登入 的一個 感覺會 更加 的 專業的感覺 因為現在 只要是一個系統的話 一定會有帳號密碼登入吧 即便做個假的 也 至少感覺 感覺就不一樣 那這個版本 這個 帳號密碼管理系統 除了有檔案版之後 後面還有一個是資料庫版 也就是 當然我還是比較建議用資料庫啦 因為資料庫 畢竟還是比較有結構 而且 程式上撰寫也會比較簡單 我是覺得比較簡單一些 因為你用那個 字典檔 雖然還有那個檔案 雖然也可以做出來 可是真的做的 會很辛苦 光寫那些程式 其實 也不是那麼 所以我這部分我沒有特別講 為什麼因為實在是 太 太 怎麼樣 太容易出錯了 而且 也太難了一些些了 而且 比較不建議 我建議你這樣用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 就僅供參考 有些如果太難的程式 即便我自己都不會這樣用的話 我就是推薦就好 我就是給各位 至於哪一些方法比較好 我們後面再提 有關SQL 9部分 有關閉 有關 還要 不是 有關 我們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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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